2月初印度的洪水造成50多人的死亡 这跟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什么样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马拉雅山冰川破裂 造成洪水崩溃 对不对 顺势而下 那造成大概50多人不幸遇难的悲剧 当然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外界看待这个新闻都认为应该就是一个天灾 对不对 冰川破裂 洪水流下来了 然后淹死了很多人 当然很多人信了之后 在信的同时 在印度的当地居民是绝对不信 绝对不信 现在北半球的印度 西马拉雅山算冬季 对不对 冰天雪地 冰川怎么会破裂 对不对 破裂的话 哪来那么多水往下冲 造成这个居民啊 被这个溺斃啊 所以这整体来讲呢 都有一点点悬啊 但是在这两天啊 这个英国BBC啊 就做了一篇报道 这个报道啊 是实际上 它并不是这个有确切的证据 但是据 据了多久以前 对不对 在这个1978年的时候 1978年的时候啊 印度当时的总理啊 叫莫吉拉德赛 莫吉拉德赛当时在印度的议会啊 这个说了一句话 说呢 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啊 跟印度有合作在喜马拉雅山上面啊 放核就是那个叫布电电池啊 就是那个核燃料电池啊 作为呢 这个监测设备 加上这个的电池啊 在喜马拉雅山上面 干嘛用的 监测中国的原子弹实验 因为在罗布罗大家都知道 中国等于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 开始这个在研究这个原子弹 对不对 那当然当时我们知道 过去大家都知道 这段故事我就不深入探讨 但是看得出来 当时中国觉得说 研究这个原子弹 好像我记得当时听说 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就说 要盒子不要裤子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决心 我们一定要有核武器 好 那当时美国这个中央情报局CIA 这个就就这个已经那时候 成立了一个这个U2侦察机 当时在这个台湾 找这个台湾空军 开的这些U2侦察机 进入中国大陆境内 去侦测这个原子弹事报 那个叫黑蝙蝠中队就飞进去 但后来也有被击弱什么这些故事 大家也大家也知道 但那段过程当中就可以知道 当时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研究 核四报这件事情 是高度的关注 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不对 像不像有一些国家 对不对 弄一堆炸弹在矿坑 然后给人家讲说 我四报原子弹 就人家都笑掉大牙 那个阵力不够 所以大家当时都在看 到底中国会不会真的变成拥有核武器 因为在二战那个60年代的时候 美苏冷战原则拥有核武器的 对不对 美国 这个苏联 那就叫苏联 后来听说这个技术又给了英国 当然这个法国好像后来也有了 他们怎么来的 这个我们就不去追究 但是接着中国现在也后来在研究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联合国武昌当中 基本上都有这个核武器 这有原子弹 中国那时候在研究 CIA大家都知道中央情报局 他们就想方设法 因为当时这个中国幅员非常大 对不对 中国在这个内陆 罗布罗进行原子弹实验 因为当时那个卫星没那么厉害 侦测的它是同步的 有的时候跟不上 或者是找不到 对不对 不一定能够确定这个核四胞 原子弹的四胞 所以当时就派那个U2侦察机进去 这个侦测 然后更可爱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想到一个方法 找了一些侦测设备 侦测的原子弹的设备 上面用中文写说这是什么 什么中国科研设备 不能碰 对不对 然后就让飞机去丢 丢到那里 万一有原子弹事报的时候 它可以发讯号回去 让美国CIA知道 那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 这个就在U2的过程中 他们还在想有什么方法 可以侦测到中国的原子弹事报 因为坦白讲派个007到中国 那很难的 对不对 这个很容易就被抓到 所以当时CIA他们就开会 开会想想想想想想想方法 怎么去侦测中国研究原子弹 当然当时就有人提议了 说这个印度 喜马拉雅山 对不对 有很长的跟中国边界 对不对 那么喜马拉雅山又够高 那这个如果有原子弹事报 有这个辐射的会飞过来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在这个喜马拉雅山 其中一个山脉的上面 山顶上装了监测设备 对不对 那万一有这个飘过来的辐射层 什么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中国最近是不是有原子弹 在试炮 对不对 然后这些CIA的这些人就觉得说 哎呀 我们怎么那么聪明 对不对 这个方法太好了 所以CIA就决定要执行这计划 执行这计划 那要这个要爬到喜马拉雅山 这个难度很大 对不对 大家都平常都比较有名的 叫圣母峰 珠穆朗玛峰 那个很高爬上去 这难度太大 他们说这样好了 我们挑一个比这个珠穆朗玛峰矮一点的 找到了一个叫南达德威山 南达德威山多高 7816米 比那个8000多米的这个珠穆朗玛峰矮一点 他第二高 在印度境内第二高峰 够高了吧 就在我身后 各位看到没 靠靠靠靠这边 这个 好 南达德威山 去干嘛 爬到山顶去装设备 对不对 太棒了 这些CIA的人就觉得自己越聪明 怎么那么厉害 好不好 山也挑了 计划也定了 预算也下来了 好 那就要上去 要装设备 要监测 但监测呢 它能源怎么办 对不对 监测设备要发讯号 要电池嘛 对不对 如果你好不容易爬到山顶 你放一个蓄电池背上去 就再重你背上去 他用两天没电 怎么办 那有些人就出主意啊 我们用太阳能板 但在60年代 那太阳能板 还不实际啊 效果不好 而且在上面有一个缺点 它的那个光照不够的时候啊 也不能工作 那也不能拉条电线 也不能加个发电机 常年有人在山上 都不现实 美国呢 这些CIA情报员啊 就找到了美国这个 这些科学家 说我们现在 有这个需要 有没有什么电池啊 可以让我们啊 这长期放在山顶 低温的状态之下 还能工作供电 但美国科学家那时候啊 在60年代末期的时候 就研究出来一种电池啊 叫布电池 就是一个金 一个布啊 应该念布吧 好 万一发音不准 再跟我讲一声 那这个电池呢 就是一个叫做布啊 它这个238 实际上大家知道 布是做原子弹的原料 对不对 那239是做原子弹 238是它副产品拿来做电池 它有这个核变化啊 会产生什么放射性同位数 温差发电的效应啊 那这个大家就知道啊 好 那这个在研究中啊 当时美国啊 为了要去这个太空探险 就觉得说需要这个电池啊 能够用很久 所以各位最近看那个美国 NASA不是有那个毅力号 降落在这个火星 对不对 各位想想看 毅力号到了火星啊 它要工作 对不对 它要能源 人家都说它带核燃料 什么核燃料 它带的就叫布电池啊 对不对 就是当然是这个算核嘛 对不对 不是那种真的反应炉啊 它是一个电池 利用放射性同位数温差发电 那这个电池寿命可以多长 NASA说他们这一颗啊 可以用最少14年到20年 因为这个半衰期啊 这238的半衰期是88年 所以呢 他们做的这颗 可以保证用14年到20年 所以毅力号在火星啊 准备停留10年 不缺电 有些人说 哎呀太阳板技术那么好 对不对 为什么不用太阳板吗 白天的时候翅膀一打开 就充电啊 这毅力号就可以走了 干嘛带一个这个布电池上去 哎 你要知道 在太空探险当中 对你没错 你现在在太阳系 你用太阳板发电 如果今天你要探 探险宇宙啊 要离开太阳系 什么太阳板 没用啦 没有用啦 一定要靠什么 这种布电池 可以用15年 20年都还有电 对不对 这才是能够推动这个 等于是到宇宙探险的能源嘛 对不对 那个太阳板只能在太阳系用啊 不现实啊 离开太阳系就没用了 第二在火星上啊 有沙尘爆 沙尘爆来的时候呢 你看不到太阳 你太阳板不能工作 所以呢 这次美国NASA做了一颗电池 价值7000万美金 装在毅力号上面 去了火星 好 话题我们拉回来 拉回来 要讲到CIA去登南达德威山 到底成功了没有 我们稍坐休息 待会继续 敬畏点评 我们一会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经纬点评第二段 我是David 郑经纬 今天跟各位谈的 就是关于最近2月初的时候 印度的一场洪灾 这个据说是喜马拉雅山冰川断裂 造成50多人遇难的悲剧 但是现在印度当地的居民 总觉得他们山上 由美国当年CIA留下来的 这种布电池 跟这些设备 或有其他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这个就要时光推到 因为在1964年的时候 中国核事报成功 CIA就很紧张了 对不对 想说万一越做越大做清淡 连丢我怎么办 好 所以他们就开会了 有没有讲过吗 开会之后就招募了一批人 因为要登山都要专家 有美国人 有印度人 然后CIA觉得这些人要上去 至少要做个情报员训练 对不对 因为你好歹代表CIA上去 对不对 要给你一个一些可能体能 什么需要射击吗 大概也射不了 反正就是要训练 好 送哪去呢 在美国 CIA有一个叫训练中心 在北卡罗兰娜 北卡罗兰娜 它有一个训练中心 那这个训练中心 外面写的叫做美国海军后勤补籍中心 但是住在附近的居民都知道 每天这里黑车来来往往 黑色的直升机没有标志的在空中飞来飞去 而且常常听到在那个基地里面 有那种爆炸声音 蹦蹦蹦之类的 那个基地很大 1600英亩 非常大的一片地 那对外来讲 CIA说都不承认有这个训练基地 外面那个警卫把守非常严格 只说是美国海军后勤补籍什么中心之类的 就带过父亲居民也不想追究 反正也知道大家也不必深问 反正CIA为了美国做事 政府机构 大家就不多问 那这批人就去了那里 那里面很大 做什么训练呢 这个也不知道 反正就训练完了 好了 从他们决定再训练 好 算算时间一晃 已经到了1965年的10月份了 这个10月份要去上山 大家都知道 那根本已经过了黄金时间 一般上去 对不对 都要差不多在那种7月6月的时候 过了到后面9月都不能上去 天气很糟 但是又担心中国要核四报 好 所以这批科学家就到了印度 到了印度之后 为了掩人耳目 听说CIA更聪明 叫那些白人登山专家 都很厉害的 因为那个都要专门计数才能攀上去 吃一种药 然后皮肤就变黑 长得就像印度人 聪不聪明 对不对 所以当情报员真不简单 对不对 你要混到印度还要吃一种药丸 全身上下就黑了 黑了一看人家以为你印度人 对不对 掩人耳目 这批人上山的时候就顾挑夫 挑夫就问这批人 大家问你们上山干嘛 他们说我们做科学实验 研究什么 在高海拔血液中的养含量 对不对 科目是这样 那些导游问起什么 被挑夫 有说他们做科研 就跟着去 就背着设备 那设备很重 他们背上去五六十公斤的设备 还带着那些电池有七颗 也蛮大了 都扛着挑夫 什么浩浩荡荡 一批人就上山了 这个筹划太久 十月份到山上的时候 天气恶劣 所以他们登到南达德威山 大概快要到山顶 一半的时候 发现已经不对了 天气恶劣 不能再上去 再上去那全部死光 怎么办 装备都背到那里 对不对 也不能再背下去 所以他们就找一个山蛙蛙 一个角落缝里 好 把这些东西放好了 那所有的人就决定 那我们现在就撤了 已经十月份 再留下去 小命不保 对不对 设备留在那 咱们明年开春 再回来 再往上登 再去嫁 好不好 大家说 好 就通通回家了 所以你看 做情报员多好 去训练 回来就走了 好 当然呢 这个这些人就下山之后 第二年又上山 上山之后傻了 前一年藏的东西都不见了 听说都不见了 是为什么不见呢 谁也都不知道 找也找不到 就不见了 就是不见了 对不对 那这些CIA呢 又下山 这个标准公务员一样 大家要下山 就报告 说我们呢 放在山上的东西 去年的东西都不见了 怎么办 对CIA啊 真有钱 他们马上说 没关系 咱们再做一套 再去一次 所以这批人呢 第三次浩浩荡荡 终于在1967年上去了 又隔年吗 1967年当年又上去 赶时间又上去 上去后就架好了 开始监测中国 那就看中国的这个核四报 后来什么 但是这段故事照讲 是美国的国家机密 对不对 虽然印度有参与 印度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为何当时的印度总理 事隔多年之后 在1978年4月 在议会说出这件事 因为跟史达林的女儿有关系 没错 苏联 史达林的女儿有关系 史达林的女儿 叫阿里卢耶瓦 阿里卢耶瓦 阿里卢耶瓦年轻的时候呢 在苏联 认识了一个印度 去苏联的 这个算共产党员嘛 对不对 那这个人呢 到了苏联去研究共产党理论的时候呢 就认识了史达林的女儿 两个人年轻人嘛 就有感情了 有感情的时候呢 他们就想结婚了 但是以当时的这个苏联最高机构就反对 认为史达林的女儿怎么可以嫁给印度人 对不对 No 不允许 但是爱情的力量啊 还是很大嘛 他们俩就说 那这样我们俩就 虽然你不允许我们结婚 可是我们至少在一起 所以最后呢 听说这个当时啊 这个政治局就妥协了 就是说 当我们不知道 那你们在一起就在一起啊 那但是呢 不允许你们结婚 不能成为夫妻 好 那这位印度呢 这个千里迢迢去 苏联的这个年轻人啊 后来就病逝了 病逝的时候呢 这个他有个愿望 他就跟这个史达林的女儿啊 这个阿里卢 卢耶娃说啊 我有个愿望 当我死了以后 我的骨灰啊 希望你带回印度 撒在恒河 对不对 恒河里面啊 印度人最神圣的地方 葬礼的骨灰要撒在那儿 洗衣服喝的水 对不对 洗澡沐浴 清洁身体都在恒河啊 好 所以这个印度这个帅哥的愿望呢 就希望能够最后回到印度 他的这个爱人呢 阿里卢 卢耶娃啊 就说这样 我就要完成你的心愿啊 他就跟这个最高领导当局啊 报告 说我要带着我老公的骨灰啊 对对对 算老公嘛 回印度 这政治局啊 就不答应 我不可以 当然了 争争争争争了很久 最后啊 就答应了 还是让他去了 但要低调 你要低调 去 撒了骨灰 你就回来 对不对 我让你去撒 好 毕竟是史达林的女儿嘛 对不对 他就去了 但他心中啊 对于当时的这个苏联当局啊 非常的不满 认为啊 第一 我们有爱情的时候 你阻止了我 我们成婚 对不对 我老公死了 要撒骨灰 你也不答应 对不对 他心中啊 有怨 所以他到了印度之后啊 住在印度大使馆里面 他们还不能够随便住一般级别的这个酒店 因为他的身份啊 非常特殊 但是他住在苏联大使馆之后啊 那个一不注意的时候呢 他就离开了苏联大使馆 跳上计程车 直奔 美国大使馆 美国大使馆 立刻安排CIA的这个工作人员啊 连夜搭机啊 飞往美国 哇 这下大事了 在当时是大事一件啊 那时候的印度总理莫拉吉德赛啊 他还不是真的当权 对不对 但他知道在那件事情之后 苏联啊 气炸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斯达林的女儿后来是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哦 他是住在美国 还出书哦 对不对 写了这一堆书啊 给朋友的12封信 还赚到250万美金 虽然在80年代 他想回 想回这个俄罗 俄国啊 因为苏联已经瓦解啊 我看80 还没瓦解 快瓦解 他想回去 那后来还真的让他回去了 但他呆不惯 又回美国了 在2011年 死在美国的养老院 但是在那一件事情上 这个印度啊 跟苏联啊 变那阵子交恶 美国跟那个印度啊 关系好起来 所以后来才会有去喜马拉雅山 其中一个山啊 南达德威山上面 装这些设备 也会造成这一次的洪水吗 当然现在大家都不承认 印度官方说法是啊 冰川破裂 那但是呢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BBC 把这些事情全部公布出来啊 实际上还真的让人不免怀疑啊 美国在当时啊 在山上留下的东西 如今闯祸了 那也看得出来 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啊 有许多点点滴滴 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忽略的啊 但是今天其实看来 这个历史是贯穿时空啊 把很多事情是串了起来的 所以关于呢 这个斯塔林女儿的这个爱情故事呢 也可能永远啊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但是也看得出来 爱情还是很伟大啊 美苏印在当时呢 在非常要角力印度这一块 是因为它地理位置重要 到如今印度仍然 还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大问题 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呢 我们会有很多这种有趣的事情啊 跟大家在新闻的背后 做更多的分析 谢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的订阅 我们会继续努力把节目做好 这个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就你所知道你的观点 发表你的意见好吗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哦 拜拜